每一位宝贝的家人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下午 真的很感恩 一起领受主宝贵的话语 在主的话语中 我们都大大的被开启 而且在这样的真理中 一定越活越自由的 哈利路亚 来帮助我 先跟你左边右边的家人微笑一下 如果是在一起聚会的 放置我跟你旁边的人微笑一下 跟他说 好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 Amen 哈利路亚 彼得后书一章二节里面有提到 今天我们在主里面 已经跟主成为一灵了 对不对呢 那么我们的生命中 已经有恩典了 因为跟恩典的本体 都已经成为一了 哈利路亚 成为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是永远不分开的 你跟主的关系呢 是原子弹都炸不开的 哈利路亚 是永远成为一了 所以跟恩典的本体 已经成为一了 那么 这个成为一 真实的产业 真实的产业在哪里 在我们的灵里面 有时候啊 我们会说在里面 在里面 不是说在你肚子里面 哈 不然你的肚子该要有多大呀 因为那是吃不透的吩咐 这个在里面呀 在里面是指我的灵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灵的电嘛 这个灵呢 就是我和圣灵成为一灵 身体是这一灵的电 那么这个灵里的恩典 灵里的产业 怎么样彰显呢 彼得后书一章二节 各样的恩惠平安 在哪里呀 在里面 那它如何彰显 是借着我们更认识 耶稣基督 和他所成就的工作 因为当我们谈到 认识耶稣的时候 就包含了 他所成就的工作 当我们更认识他 更认识他所完成的工作 各样的恩惠平安 就怎么样 多多的加给你们 这个加给你们 不是说神又从天上 降下来一点 哎呀 你比较少耶 那我就在天上 降给你多一点 哎呀 你比较多了 就不用加了 就不用降了 绝对不是这个观念啊 因为上帝 没有任何东西 再降下来给你了 因为我跟他 成为一灵了嘛 那么这个加给你呢 一定指的是 从我们的灵里面 远远不绝地 借着你信的对 说的对 包含唱的对 对不对啊 唱的对也很重要啊 所以当我信的对 说的对 唱的对 我就创造出来 这个创造不是 死无便有的创造 而是灵里的油 石油便有 而我请大家留意 这义务的什么 恩典 在你生活中的彰显 是可以不断被证的 再说一遍 恩典 在你的生活中 彰显出来 因为多多的加 就意味着 它是可以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的 这就是神的心 他希望我们的生活 希望你的家 真实地看见 这个恩典 不断地 被证 换句话说 阿爸父向我们 发出一个 何等生气的邀请 不要留在原来 恩典的层次 但我在 不想 彼得后书一生二节里面 提到说 各样的恩惠平安 记得我们认识 主耶稣基督 多多加给你的时候 我真的是被主的爱情 好像主在呼唤我们 你渴望增加吗 渴望吗 我们都渴望吗 而主在对我们说 那我们就来跟随他 因为他发出一个呼唤 就是对你说的 不要留在原来恩典的层次 也许你原先 记得对主的认识 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 可是主说 还有更好的 这是真实的福音 福音临到我们 不是让我们苟且偷生 福音临到我们 不是让我们过 跟世人一样的日子 汗流浃背才得不口 不啊 福音临到你 是要完全地翻转 福音临到你 不只是让我的灵魂 从地上到天上 也包含我的生活 可以发生剧烈的转变 你去年一个样子 今年 神的呼唤是什么 你可以活另一个样子 否则 为什么圣经 常常出现这样的词 叫龙上加龙啊 恩上加恩啊 力上加利啊 越走越光明啊 你看 心情发光啊 越意味着什么 还可以更多 换句话说 当我们更深的认识 福音的时候 请注意听 你上个月 一个样子 这个月 另一个样子 可知道啊 弟兄姐妹 福音临到你 每一天都可以 越来越不一样 这是我在主面前的祷告 因为看不见的人 都在搞外面 都在追求结果 我看得见的人 搞里面 搞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更多的得着 关于基督 和他完成的工作 的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 圣经提醒我们 要在知识上不断增加 我有时候想到 真言书十一章第九节 我都要雀跃 我要欢呼 他说义人 必因知识而得救 各位 这是非常让人惊讶的 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 义人是怎么得救的 不是因信得救的吗 因信诚义的 可是圣经却说 义人是因知识而得救 这个得救指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指 我们灵魂上天堂 因为义人了 已经是义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已经得救了 而这个得救是什么 就是在生活中 活出与救恩 与福音 一样的生活 换句话说 是义人 但可能是一个 可怜的义人 在生活中 是义人 但却可能是一个 失败的义人 是义人 但可能是一个 人眼中看来 总是在缺乏中 挣扎的义人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义人 必因知识而得救 也意味着义人 因无知 而没有知取到 本来可以 知取的产业 一个义人 可能一直留在 原先的恩典的层次 你的生活 不是反映出 上帝对你的爱 有多少 因为神的爱 在十字架上 已经显明了 你的生活 不是反映 神给你的爱 有多少 否则的话 如果一个人 活得很挣扎 很痛苦 他就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 那是婴孩的结论 婴孩的推理 他说 那是因为 上帝给我的爱 比较少 那是因为 上帝不爱我 上帝把爱 给忘了 上帝不要爱了 这个世界 可能不要爱了 但上帝 绝不会丢弃你 他都跟你成为一灵 那我们的生活 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 我对真理的认识 和知识的程度 有多少 一人因知识而得救 也因无知 而失败 宝贝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在阿爸父原先的计划中 神完美的计划中 我们生活可以活出的底线 就最差最差的那个底线 是极高的 一百二十岁 起步 世人怎么说 哎呀 不要异象天开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有点遥远 他们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他们觉得这是天花板啊 这是幽灵幽大楼的天花板啊 顶层的天花板 或者迪拜 迪拜塔的那个天花板 太高了吧 太难了吧 世人的天花板 只不过是你的地板啊 而且是地下二十层的地板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底线是很高的 真实的底线是什么 不是常常需要医治 当然神多么愿意 我们都经理医治 但是他的底线是医治吗 不 底线是不生病 就连身体的症状都消失 底线是什么 行在健康里 更进一步呢 而且不断的带出健康的恩高 手按病人 病人得到医治 我们觉得 哎呀 我能够经历到神的医治 我能够经历到这个神迹 哈利路亚 当然有哈利路亚 可是这个底线太低了吧 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真实的本质 并且应该在这个本质上 到底该活成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轻浮于魔鬼的谎言 魔鬼告诉我们 你只能这样活 这样活已经很好了 你看 你看你是信耶稣的 他没有信耶稣的 他活得更惨 你信耶稣 这样已经不错了 你信耶稣 这样的生活 这样健康的程度 这样家庭的关系 这样喜乐的程度 这样平安的程度 一个礼拜只是一个晚上失眠 还有六天睡的比较好吗 不错了 不错了 谎言 在是原先的救恩的计划里面 你是超越亚当的 因为你不在亚当里 你在基督里 基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是因为 我们被熏陶 我们被驯化 越来越屈服于 魔鬼设计的 一套世界的体系 而那套体系 有一个标题 叫苟且偷生 就这么活吧 生个小病 真吵真吵真吵 谁不生命 家庭又吵吵闹闹 正吵正吵 要求不要太高啊 每个家都有吵吵闹闹的 正吵正吵 而家里孩子 到这个年纪被逆马 正常都叛逆的 谁不叛逆 世人都会叛逆 你是人吗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最后一个离世的使徒 约翰 在他离世以前 可想而知 他跟随着那么多年 他得出 一个绝对不容质疑的结论 神的渴望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 愿的原文是为你祷告 祝福你 凡事行圣 凡事 意味着什么 这个原文很深奥的 凡事意味着 凡事 没有一件事 不信神 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生活品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健康品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亲自关系 有时候啊 我们在谎言中 我们已经习惯 努力一般的生活 然后我们还很兴奋的 告诉别人 来信耶稣 请假 信耶稣吧 来信耶稣 请假 我至少可以确保 你日子过得比原先好 我可以祝福你 为你们祷告 上帝可以祝福你 让你比原先好 不是比你的原先好 当然这也是一个过程 而在上帝的心意里 是跟基督一样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的起点 这是我们的地板 天花板呢 完全的在地 如同在天 活出极大的兴盛和荣耀 是世人都会压抑的 因为你根本是 另外一个族类 你是另外一种物种 We are new creature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启示啊 KGB的翻译 竟然把新造的人 他竟然不是翻译成新造的人 其实在原文里根本没有人这个字 原文里就是你是新的创造 这个新的创造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新的物种 所以保罗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竟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我们是新的生物 我们是新的物种 我根本就不羡慕这个世界上 他们的天花板 因为连我的地板都不是 如果神的孩子有这样的觉醒 你将要踏入怎样的恩典的层次啊 哈利路亚 这绝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因为到没有这种启示的时候 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更弹劾宣告出来 可是我真的相信 时候已经到了 在最黑暗的瑕疵中 我们可以得见最大的光 诗篇137篇 一到三节 你看圣经的作者在这里说啊 他说啊 我们曾经在哪里啊 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巴比伦 原文的含义就是混杂 混乱 当然我们知道巴比伦 对神的孩子们来说是被掳之地 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在巴比伦 他们被掳了 然后这个诗人呢 就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 他说当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为什么 因为做奴隶干活干累了 当我们坐在那里的柳树下 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 然后巴比伦人拿着鞭子 这些挟制他们的 就来对 以色列的百姓说 来啊 给我们唱首歌吧 来啊 给我们 做个乐吧 让我们开心开心 宝贝的弟兄姐妹 他们真的是想听 以色列的百姓唱西安的歌吗 虽然他们说 来给我们唱一下你们老家的歌 给我们唱一下西安的歌 绝对不是因为巴比伦人 要享受在他们所唱的歌的恩高里 也不是说巴比伦人 他们真的欣赏他们的歌声 他们是在炫耀 自己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威权 告诉他们说 我教你干嘛就得干嘛 我教你唱 乖乖的唱 我教你跳 乖乖的跳 我教你说 乖乖的说 诗人就在描述 当时他们在这样的威权之下 被奴役的镜像 有一天 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心里就浮现出一句话 这是什么 这就是集体的无意识 我教你唱 我教你说 说多少神的孩子 我们已经在这种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已经被驯化了 怪不得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止 因为福音是反集体的无意识 福音是反这世界的潮流 福音是反魔鬼的文化 什么叫集体的无意识啊 就好像 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 这个国家民主的文化中 有很多误会的 很多不信的 包括我之前谈到 你看在我们中文 日常的表达中 我们已经太习惯 太麻木 使用一些咒诅的词汇 就是一个人会说 我痛死了 气死了 饿死了 难受死了 都不需要别人特别教你的 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老师 在上课的时候 专门拿出一课识的时间 来同学们 如果你肚子饿了 一定要说我饿死了 如果你哪里感觉到痛 一定要说我痛死了 一定要这么说的 不需要任何教育 因为这是一个揽钢啊 这是沉淀在我们文化中的污垢啊 我们在这样的揽钢中成长 已经被驯化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当我们讲这种话的时候 当我们保持某一种观念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刻意的 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 当教会觉醒的时候 我们会那么清楚地看见 原来圣经提醒我们说 软弱的要说 我软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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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弥漫在教会中的文化吗 这不就是 阴魂不散地压制在教会圣徒中间的 集体无意识吗 我们太平凡 我们太习惯 我们太认同 我就是软弱的 甚至圣经都提醒我们 住在西安的 必不说 必不说 就意味着 我们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会说 会说什么 集体的无意识 会说 对不起 在神的国度里 没有这种语言 圣灵无法为你效力 天使无法来跟你配合 因为天使翻箱倒柜 他找遍了天堂每一个仓库 他都找不到哪一个仓库的柜子里写着 这是病 如果一个圣徒说 我有心脏病 我有疼药病 太平凡了 有时候你不得不跟医生描述这种情况 但是你心里认定 这不是真正的我 如果我们的心里都开始被驯化而认定 我们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已经太过于习惯 这是什么 这就是巴比伦人 对以色列百姓的驯化 告诉他们说 来 给我们唱一首歌 我叫你唱 你就得唱 魔鬼今天也可以驯化圣徒们 对圣徒们说 说 说 快说 快说 说什么 哎呀 大环境好难啊 哎呀 现在赚钱好难啊 哎呀 现在的日子好难啊 对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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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彼此讲这些话是没感觉的 弟兄姐妹 彼此谈论 这世界发生什么事 然后把世界套进去 说 对呀 我的日子真的好难啊 怎么办呢 讲这些话都是没意思的 你讲了这个话 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不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 因为要么你讲 要么他讲 要么大家一起讲 集体的无意识 这是个非常可怜的景象 事实上 你从圣经中 非常清楚地看到 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做的一些事啊 让原先处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的人 耶稣点了他们一下 他们暴跳如雷 他们的反弹非常剧烈 因为耶稣一针见血地 刺破了这一层谎言的纸 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这个集体的无意识 就是魔鬼对你的门壁 对整个文化的门壁 已经太久太深 而我们处在其中 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 所以当时以法利塞人 这些律法主义为代表的 他们痛恨到一个地步 总是想魔化杀耶稣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宝贝德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象啊 当耶稣这样 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时法利塞人 他们集体的无意识的时候 这些的人被点了一下 是多么愤怒啊 耶稣怎样谈论 他们处在门壁和压制中的 可怜的光景呢 耶稣说 你们外面伪散 表现出好像是公义的 好像是很虔诚的 你们的里面 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这一群在律法之下的 犹太人 神的选民 他们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过怎样的生活 过非常虚假的虔诚 伪散的生活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法利塞 他的原文的含义 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 就是一个演戏的人 所以耶稣 对着这一群的人 耶稣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耶稣难道要对他们唱 我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言尸而不解吗 各位 耶稣要唱什么 耶稣可怜他们 耶稣怜悯他们 事实上我们也感谢主位 当时确实有法利塞人 醒过来了 尼哥迪姆 夜里找耶稣 对不对 白天不方便 因为是有身份的人 但是当耶稣 点破这一层的时候 有人开始思考 有人开始决心 对呀 到底什么叫虔诚呢 到底什么叫和神心意呢 心里面充满了肮脏污秽 不法 甚至耶稣说 你们里面充满了不公不义 放荡 外面呢 看起来很虔诚 然后指着耶稣说异端 在法利塞人 他们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他们已经培养成一个坚固的银类 所有跟我不一样的都是异端 这个人传恩典 异端异端异端 什么叫异端啊 在他们的观念中 只要跟我不一样的都是异端 异端的帽子是很廉价的 随便可以扣的吗 所以他们观念中 耶稣就是最大的异端 甚至要杀害耶稣 这种集体的无意识 已经让他们变得麻木啊 把耶稣识破这一传 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啊 在教会 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中 虽然有过一些的复兴 可是在某一些点上 一直是处在极度的集体无意识中的 我们对有一些的真理 一直是不认识的 中国教会 我去上百年来 非常流行的一种神学观念 就是受苦神学 曾几何时 我们都推崇这一种观念 我讲我自己啊 我曾经不单单完全认同 而且推崇 什么观念啊 贫穷才是属灵 越穷说明越虔诚 多么可怜 虽然很多圣经的文字 白纸黑字 但是没有启示 我下面跟大家 看一首歌 这是我以前唱的 分身水起的一首歌 是每个礼拜都会唱的一首歌 一首标志性的认罪歌曲 叫仔细想想 查看我自己是个什么人啊 我是个什么人 那个时候 你一定知道的吧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叫集体无意识 那是什么人 亏欠你罪人啊 对不对 各位 这是很有名的一首认罪歌啊 叫仔细想想 什么意思啊 就是挖罪 当我们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请问 如果没有恩典的启示 如果没有福音真实的光照进来 我们谁会觉得唱这些歌是奇怪的 我们有谁会觉得唱这个歌 是咒诅自己啊 大家一起麻木自私嘛 而我们今天借着福音的光向我们解开 我们多么清楚的知道 神的心和他完成的救助之功 已经实实在在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果效了 我们来看啊 使徒约翰在启示中 论到我们真实生命的本质 是怎样的 约翰一书第五章 十八节 他说啊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其实原文说 从上帝生的那位必保守他 那邪恶者也就无法拦止他 而上面你看 一切从上帝生的必保犯罪 各位 约翰在讲什么呀 从上帝生的必保犯罪啊 你看 请问 你犯罪了吗 所以怪不得 我们都在唱这首认罪歌 叫仔细想想 我是什么人啊 我猜啊 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曾经跟我们一样 都唱过这首歌 对不对 宝贝的弟兄姐妹 这一切啊 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 福音向我们到底启示了什么 福音启示的是关乎基督的本质 和我们在基督里的本质啊 从神生的不犯罪 不是指你外在的行为 神看的是通过基督看你呀 保罗怎么说 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 就是怎么样 披带基督啦 我是披带基督 披带的原文就是穿上 我是穿上基督 得以贪婪无惧站在神面前 神借着基督看我 跟他一样 有句话说 我们的头脑啊 不能接受 头脑不能明白 明明做很多不好的事 神的眼中说 你就是没犯罪 各位不是我们自己在安慰自己啊 神说啊 从我生的必不可能是罪人 从我生的也必不可能犯罪 怪不得保罗他得到这个启示 他可以那样自体有生的说 如果我所做的不是我所愿意的 真正的我是灵 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 如果我所做的不是我所愿意的 那就不是我做的 因为真正的我是不犯罪的 如果你根本就没犯罪 请问你还认罪 意思就是你没得救 或者是耶稣的救恩之功 根本是软弱无能的 好别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灵里说话 在灵里讲论真实 因为律法的思维 以为一个人只要多认罪 他就可以少犯罪 而保罗却说 岂不知是神的恩赐 令我们悔改吗 换句话说 让一个人真正悔改 是给他恩典 而恩典启示的是 关乎他生命的本质 换句话说 在保罗的思维里 你越让一个人认罪 他一定越多的犯罪 这就是很多人的死循环 他一辈子都在认罪 因为在这样的思维里 他一辈子都在外面 错误的行为中挣扎 所以他以为只要继续认罪 就可以少犯罪 继续认罪就是可以少犯罪 却不知道继续认罪 只会增加你糟糕的行为 因为在你认罪罪罪罪罪的过程中 你的焦点是罪 而今天圣经启示我们说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意思是什么 神提醒我们说 无论你有多少的软弱 无论你的行为上 有多少的失败 马上回到真实里说 这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是不犯罪的 真正的我是圣洁的 是没有瑕疵的 我是皮带嫉妒的 因为当你立定身份 因公义而兼利的时候 所有糟糕的行为 都像冰激凌在阳光地下 一定会彻底脱落 这是上帝的智慧 是人的头脑和理性 难以理解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听懂主的话 需要启示 需要圣灵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他说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上帝的 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中 约翰在这里说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中 请问你在哪里 什么叫集体的无意识 我现在在讲教会 教会的集体无意识 就是我也属于世界 耶稣说你根本不属世界 你属基督 所以你不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 魔鬼那么大的能力吗 魔鬼对你彻底无能为力 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 教会永不失败 因为教会是建立在 基督这磐石之上 如果教会有这样的觉醒 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 完全可以不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 世界发生金融危机吗 你确实丰盛的 因为你不属这世界 世界发生这些事 在世界权势之下的 世人全部都会经历 而第一 你不是在世界的权势之下 第二 你不是世人 我们是属神的 我想没跟你讲一句话 让你听不懂 好不好 曾经我跟一个同工在分享 团戏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当然我也知道 他在真理上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他难免会情不自禁的开口 他就讲到牧师 现在的生意真的好难做 我这个工厂 员工只能把他们写上了 等等 就讲他很可怜 很负面的遭遇 然后就讲到 现在有一些的政策 他觉得好难适应 怎么办 这样的政策之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活 你知道这个时候 如果以前我一定站在他的感受中 讲他喜欢听的话 讲安慰的话 鼓励的话 然后告诉他 依靠主 依靠主 当然不是不依靠主 可是那一天 我靠着主放胆 跟他讲真实 我说 我们好像不是一个国家的 在我的国家里 是没有穷人的 你知道吗 在我的国家里 是没有病人的 在我的国家里 是没有老人的 在我的国家里 是没有死人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如果你认为你是属地上的国 受苦的旅程就开始 可是借着福音的启示 我要请跟我一起来认定 在我的国家里 是没有福利系统的 因为福利系统是帮助可怜的人 但在我的国家里 是没有绝望的人 没有可怜的人 没有老人 没有病人 没有死人 没有笨人 没有活不下去的人 没有不能歌唱的人 除非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我到底属于谁 我从那种集体的无意识之中出来 我是从神生的 许多神的孩子 总是情不自禁地 谈论并高举问题 因为在集体的无意识中 浸泡太久太深 经过漫长岁月的熏陶 终被驯化成人的思维 还记得吗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有分享 导致你今天活成什么样的 不是足给你的爱 是多还是少 因为神的爱在十字架上 已经显明了 我们的生活不是反映出 神的爱有多少 我们的生活是反映出 我对真理真相 真实的认识和知识的程度 有多少 我们被这个世界驯化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的熏陶 一代又一代 都在这样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虽然你信了耶稣 但你只不过是个人 虽然你信了耶稣 但你不要忘记哦 你还是软弱的 虽然你信了耶稣 但你不要忘记哦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难道我们讲这些话 是夸口吗 难道耶稣是在夸口吗 耶稣讲出法利赛人 他们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那一番可怜的景象 耶稣说 你们是粉刷的坟墓啊 只是你们自己没有看到 你是粉刷的坟墓 外面看起来好看 里面是死人的骨头 因为有一栋 让法利赛人觉得 刺眼的光芒 划破天空 到成了肉身 在极其黑暗和绝望的大地上 有一个亮亮的声音说 来跟随我 我就是世界的光 为什么世界需要光呢 因为没光的地方 才需要光嘛 什么是集体无意识啊 黑暗遮盖大地 仔细想想 我还是个罪人 我还是个罪人 黑暗 信了耶稣 还能怎样 不要骄傲 你算什么 世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我 有一天 当我在读到这一句诗的时候 圣灵非常清楚地告诉我 这是大卫在律法之下 旧约中的认识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我 世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你是人吗 哈利路亚 你是世人吗 大卫是在律法之下 在旧约中 他的祷告是圣灵啊 不要离开我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今天我们要这样子祷告吗 你是神圣啊 哈利路亚 如果你知道你是神圣的 我们重新去审视 新品种和老品种不一样吗 要重新去审视老品种 对上帝的认识 否则的话 我们连约伯的话 都当做真理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跟大卫有点像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意思是 在原来的模式里 恩典是会收回的 至少他们是这样认识的 可是你是新的品种 这一道赤眼的光芒 划破天空 到成了肉身 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得了完全 得了完备 今天我不再说我算什么 今天我不再说我是可怜的 因为在那一个国度里 人们只能有这样的认识 可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 那一群从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苏醒过来 如同保罗说 行义无意的人 你不再可怜的说 主啊 谢谢你啊 我是这样的不配 我是这样的可怜 那是原来的你 现在你会说 在基督里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活着就是神的意 我在哪一个国度里 在我的国家里 没有穷人 在我的国家里 没有病人 在我的国家里 不需要养老系统 因为我的国家里 没有老人的 永远都没有老人的 在我的国家里 没有福利系统 照顾可怜的穷人 没有福利系统 在我的国家里 只有被蒙蔽的人 除非他被蒙蔽 如果他没有被蒙蔽 如果他认识了 然后在这样的认识之中 这是根基啊 在这样的认识之中 他因信水如此说话 他一定会如此经历 这叫恩典的城市 越来越高 牧师不是在跟你发大病 只是传讲真实 传讲真理 告诉你什么是你的地板 而我们的地板 会被此笑 因为那一群穷尽 他一生的努力 奋斗拼搏 我都可能达不到的 那个天花板 却从我们的口中 那样轻描淡写的 被说出来说 哎呦那只是我的地板 别人爱扒 假毁扒 扒了一生啊 扒到头部血流啊 还达不到你的地板 这就是有门约 和没有门约的差别 没有门约的 只能汗流浃背 而有门约的 神的话也去告诉你说 耶尔华所赐的腐蚀力 富足却不加上任何忧虑 我们如何理解 这是根基啊 根基是什么 我生命的本质 我站在什么样的根基上 如果我站在根基上 我就是一个平凡的爷儿 我就是一个软弱的爷儿 我就是一个注定绝望 偶尔有点恩典的 这个根基 只会导致你的生活 一定处在一次一次的起伏 挣扎痛苦 甚至是灾难中 但是你看圣经 当圣经在谈论神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在神爱之的国度里嘛 对不对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全尸 把我们迁到他爱之的国里 我们今天在哪个国里 不是地上的国 因为你是属神的 认定这一点 来帮助我跟你旁边的人 微笑一下 跟他说 我们在神爱之的国里啊 阿们 这是我的国 在我的国里面 我的起步 我的地板是很多的 我不屈服 魔鬼他穷尽一切的谎言 一切的手段 告诉你 承认吧 你就是个病人 承认吧 你有病 承认吧 你就是个穷人 承认吧 你家没希望 承认吧 你的婚姻没希望 承认吧 承认吧 魔鬼他穷尽一切的寂寞 穷尽他一切各样的氛围 一切的环境 就是要让我们屈服 屈服 承认自己 不是那样生命本质 可是魔鬼 让我们屈服 说驯化我们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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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个软弱的人 而且还是个罪人 教会中铺天盖地 充满了这样 这样的生命 我还是个罪人 天啊 基督教会 在这样的认识中 不可能真正活着超越的 都还是个罪人 而有一些呢 虽然是义人了 但还是个人 你说保罗怎样论道 保罗没有说 我们在基督里是义人 保罗说 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 我就是义 神的义 我就是义 因为那义者就是基督 而我跟基督一样的性情权柄能力 路遥 这样的根基手 你这样认定 你这样说 你会越来越安息的 无论什么风浪来 世人会恐惧 你家里的冰箱还是可以同粮食 可是你不是基于恐惧 而是圣灵的引导 因为你知道你绝不会缺乏的 因为上帝会调动万有 只要你因信而如此说 被你直接伸出来 一定的 所有的资源都在为着你的义足而运行 你这样子相信 你这样子说吗 不是我说了才有 而是有了我说出来 我们是在神爱着的国度里 这个国度有全新的语言系统 这个国度里有全新的灵界的运作法则 灵界的万有 成为你生活中的万有 我们知道这个国度 有一位父 有一位王 而圣经论到神的时候 他被称为万灵的父 他被称为重光之父 他被称为万王之王 雅各书一章 各亚美善的恩赐和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降了没有 降了 他是谁啊 重光之父 什么叫重光之父 那个光原物就是复数嘛 所以叫重光之父 因为耶稣说 你就是世界的光 你生命的本质是光啊 你我生命的本质是永远没有黑暗的 在神那里没有黑暗 我们的生命是没有黑暗的 你一旦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不怕走夜路了 大哥啊 大妹子啊 每一天认定自己 我就是光啊 因为他是重光之父 我也是光啊 但是当教会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人们会怎么说 我是罪人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光是光 但我是一道黑暗的光 这是啥意思呢 我是一张白子 我是一张黑色的白子 我的眼睛好明亮啊 但我是个瞎子 我是一只偶像的老鹰 但我永远不会飞 大哥 您的哲学好深哦 阿拉听不动啊 主啊 我谢谢你 你拯救了我 但我是罪人 这就是谎言 这就是集体的无意识 他是重光之父 我是光 而他是重光之父 同样 他被称呼什么 万灵的父 那个灵的原文也是父书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是灵 哈利路亚 不是灵淡的灵 哈利路亚 我生命的本质是灵 这个灵是包含万有的 而其思路里告诉我们说 他是万王之王 请问 万王 他是万王的王 请问万王里 其中一位是谁 就是你啊 你是光 你是电 不是不是 哈利路亚 你不是美丽的神话 你是神的化身的 你是有道生的 哈利路亚 你是光 你是王 你是灵 哈利路亚 所以我与主成为 一灵 因为黑暗和光明 不能相交 罪和义 不能相合 义和义相合 光和光连和 王和王 组成一个王的国度 你是君尊的祭司 君王荣耀的祭司 何等 美好的福音啊 我认定自己生命的本质 这是我生命 能够站立的根基 嘿 弟兄姐妹 接下来我要跟你讲根基 根基如果动摇 一人什么都不能做的 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根基啊 建立在哪里 就会决定 我们生活的品质和高度 我到底站在怎样的根基上 思想 说话和选择呢 如果我的根基站错了 我是罪人 所以我就照着罪人的思维 无论做什么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我照着罪人的想法 去思考 去说话 去做选择 罪人是怎样 一定要努力的 一定要交换的 就很劳累 而不知安息为何 我愈发认定 并且站立在这样的正确根基之上 我的生命一定可以更安息的 网友都是我的 哈利路亚 我的生命中是没有黑暗的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的 虽然有一些软弱的行为 但那不是真正的我 软弱的感觉也不是真正的我 就算心里面有骄傲了 有一些很糟糕的感觉了 有一些很负面的感受了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因为真实的我是光 光里面没有黑暗 真实的我是灵 从神生的灵 神是圣洁的 我也是如此 阿里路亚 根基如果站对了 你就可以活出 与你所在的国度 那个最低标准的生活品质 相符合的生活 你的生活品质是由 你对你生命的本质 认识的程度决定的 十篇十一篇第三节 圣经说我们是谁啊 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 今天一个神的义 如果根基是错乱的 如果根基是巴比伦 混乱的 他本来可以活得很不一样 但由于他的根基是脆弱的 还记得吗 耶稣讲到根基的重要性 耶稣讲到一个比喻 一个房子 如果建立在磐石上 分吹雨林水冲 房子 坚落磐石 永不倒塌 如果这个房子的根基是沙土 分吹雨林水冲 当世界发生疫情 当世界发生一些混乱的事 当世界发生割压 让人揪心的事 如果那个根基是错乱的 根基是插土 一定被冲垮 然后到一个地步 怨天尤人说恩典在哪里 恩典在哪里 主啊 为什么我活成这样 主啊 你救我吧 有许多的苦 根本是可以不用受的 有许多的苦 有许多的累 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 只是我们的根基是沙土 根基是错乱的 什么根基错乱啊 我就是个软弱的人 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虽然我是义人 但我还是个人 如果你是人 你的根基一定是沙土 你注定会经历 所有人都逃不过的 痛苦 疾病 缺乏 挣扎 纷争 家里的争闹 孩子的悲逆 因为这是人间 一定会发生的 谁都躲不过 但如果你开始意识到 我的根基 真的要站队 因为如果根基 若毁坏 我还能做什么呢 生命的根基 决定你生活的一切 当根基不稳固啊 上面的建筑 就会摇摆 甚至坍塌 无论多么富丽堂皇 都是昙花一现 净花水月 还是圣楼 转眼成空的 所以你看世上 多少轰轰烈烈的成功 都是在众人的叹息中 轰然奔塌的 如果根基是错乱 根基是坍塌 它上面 无论建造的多辉煌 一定是短暂的 但你不一样啊 这就是为什么 神提醒我们 要站队跟基 你看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在怕 有钱人 有有钱人的怕 没钱人 有没钱人的怕 有房的人 有有房的人的怕 没房的人 有没房的人的怕 大家都有怕 大家都有怕 而圣经说 爱里没有惧怕 如果你有怕 你的根基 一定没有站队 因为我当你真正站队 根基的时候 圣经说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 除去 原文是说 这个爱 完全的爱 完美的爱 阿嘎佩的爱 会驱除 驱散 一切的恐惧 它会把恐惧 驱除到 你的家门口之外 我们的心 不再有任何的 惧怕 那个感觉来的时候 马上把它 驱除出去 而不是一直 被惧怕给掌控 甚至在惧怕中 做决定 当一个人 跟着惧怕 做决定的时候 受苦就开始 不是再说一遍 当一个人 跟随惧怕 做选择的时候 受苦就开始了 这就是 今天很多人 还在受苦 因为他之前 跟着惧怕 做选择 永远不要 跟着金钱 做选择 跟着基督 Never follow money Follow Christ 罗德 跟随金钱 做选择 为什么选钱呢 因为有怕 现在不老 更待何时 当他跟着牛羊 做选择 就选择和 亚伯拉罕分开 亚伯拉罕 某个角度来说 是他的恩人 还不要谈到 是他的长辈 亚伯拉罕 把罗德带出来 罗德承受了 亚伯拉罕 给他的恩典 但罗德到一个地步 恩将仇保 他选择了什么 分摧草地 献牛羊啊 富佬的土地啊 这是什么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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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靠近索多玛 当他跟着恐惧 做选择 因为现在赶快 老 多老一点 因为怕 才要快老 他因为怕 跟着怕 而选择钱 选择 肥沃的草场 选择 靠近 索多玛 受苦 就开始 以利亚 有一个仆人 叫 吉哈西 他跟着 心里的恐惧 为什么恐惧啊 因为现在多捞一点 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 也不能确保 以利沙 能不能给我养老 当他跟随恐惧 做选择 把乃曼的银子 金子 漂亮的好 衣服都拿过来 苦难就开始 我们从圣经里 没有一次看到 当一个人 跟随恐惧 而选择 基督以外 的时候 是不受苦的 这就是保罗 他在启示中 那么质地有声的时候 贪财是万额之根 注意听 不是金钱 金钱不是万额之根 金钱是中性的 事实上 金钱是一个好的工具 但却是一个 极烂的主人 如果你跟随金钱 做选择 一定受苦的 所以保罗说 有许多的人 选择贪财 就用愁苦 把自己刺透 许多薪贫中 在受苦 许多薪贫中 在苦难中挣扎 因为他不知道 他自己到底是谁 他以为他是穷人 他以为他是没有的 他以为他跟邻居一样 他以为 他跟他的同学一样 在一个教室里 其实天和地 同时存在 在一个办公室里 一边是天堂 一边是地狱 在一个房间里 两个国度 魔鬼要驯化我们 让我们觉得自己跟世人一样 而约翰 一书五章十九节 全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权下 而你不属世界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啊 你是神爱之的国度 永远不要跟着世人 他们恐惧 他们惊慌 他们忧虑 而做的决定 不要跟随 不要跟随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 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在财务上 你跟随 什么做决定 在工作上 你跟随 什么做决定 在时间的安排上 你跟随 什么做选择 当一个孩子 在恐惧中的时候 会随着他的恐惧 而选择金钱 甚至放弃聚会 而保罗说 一个人 如果跟随金钱 做决定 一定的到一个地步 用愁苦 把自己刺痛 保罗说 不要自欺啊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是什么 神是有恩典 可是如果 我不知取神的恩典 我选择走自己的路 而神的恩典 是让我们在安息中 与他亲密连结中 知取 不是基于焦虑恐惧 当根基 没有站队的时候 无论上面 建造的多辉煌 一定坍塌的 我宁愿暂时 还没有看到 产业的照片 我宁愿暂时 看起来 还不如世人 我宁愿暂时 看起来 还不如邻居 朋友 同学 同事 但我的根基 立定了 在这样的根基上 建造 你的生命 将是何等的 荣耀和辉煌 到有一天 一定会看出 差别的 他们穷尽一切的 努力 所建造的天花板 连你的地板 都不算 耶稣 看一个圣经的 很清楚 就是所罗门 各位 你看 所罗门 他在回顾 他自己过往的人生 他说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我想要杀 我就要杀 所以他 某个角度来说 好像在自己 生活上 不断的建造 来嫁给我 我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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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更多的房子 我要更多的钱 我要更多的财宝 我想要什么 我就有什么 当他的根基 是对的时候 确实 好事情都在发生 六王集上 十章世界 你看 四八女王 都将多少 一百二十 他连得的金字和宝石 以及极度的香料 香料是很昂贵的 都送给所罗门 因为当所罗门 那个时候 与神同行 被智慧充满的时候 所有的好事情 都冲着他发生 一他连得 大约三十四公斤 一百二十他连得 大约是四千多公斤 四八女王 把四吨多的黄金 送给所罗门 而问题是 所罗门他不缺啊 但是当所罗门 被智慧充满的时候 不管你缺不缺 好事情就不断的发生 当他根基站队的时候 根基是什么 就是与神的关系 并且被智慧充满 那个时候 所罗门 被智慧充满 所有的好事情发生 可是 后来所罗门 渐渐远离住 当所罗门远离住 他的根基 开始摇晃了 他的根基 开始错乱了 他忘了他是谁 一个人 一旦 远离神 我现在讲到 旧约的人物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与基督 成为一灵 所以坦白说 那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真正得到 我是神的义的启示 那个时候 他们与神的关系 就是 我是神的子民 我是神的百姓 我什么都依靠主 那个是正确的根基 在旧约中的时候 当所罗门活在这样根基上的时候 凡事都兴盛 可是当他离开了这样的根基 传道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所罗门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 所罗门啊 走到一个地步 他说都是虚空 因为根基错乱的快乐与成功 总是伴随着忧愁与虚空 当他后来根基错乱 根基开始崩塌的时候 是很虚空的 就算外面还有 但还是虚空 还是忧愁 直到外面的有 都崩塌了 都没有了 我们生命的根基 就是跟主的关系 并且对基督和自己生命 本质的认识 我再说一遍 什么是我们正确的根基 我们生命正确的根基 只有一个 认识福音 福音启示我们 基督是谁 福音也启示我们 我是谁 只要我还不真正认识我是谁 我的根基就是错乱的 只要我还不认识我是谁 我的生活现在无论多么辉煌 早晚会崩塌的脆弱的 就算维持一些所谓的体面 也是很辛苦 而且是很脆弱的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如果根基没有站稳 你曾经的生活可能很体面 但是到一个地步 因为错乱的根基 不可能一直让你有体面的生活 苦苦维持都很难 到一个地步 外在的生活 就崩塌了 唯有正确的根基 才能有真正安息中发望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根基 对基督和自己生命本质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在光中看到 我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之上 还是在沙土之上 我是建立在真实之中 还是在现实之中 我的根基到底建立在哪里 我下面跟大家讲 举一个例子 根基如果是基于真实 真实是什么 我真实的身份 和我真实拥有的产业 告诉我在基督里 我不病不饶不死不穷 无论发生什么 我就认定这一点 并且说出来 你看着外面的事情 借着你正确的话语 都要被反转 一定的 当你奉耶稣致命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好 在这之前 有一次 我自己有所经历 有一天晚上 我吃了晚饭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吃完晚饭之后 其实在外面吃的 也许某个食物不干净吧 我不知道 回到家之后 莫名其妙 这个肚子痛到一个地步 简直在床上打滚了 这个肚子 极度的痛苦 刚开始呢 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吃错东西了 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 就有一种很习惯的 以前的惯性 就跟主说 主啊 求你一只我 在床上打滚啊 肚子急痛啊 主啊 求你一只我 那个时候 有一种哀求的感觉 就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到我们 极度绝望中的时候 虽然我们听过 很多所知之意的道 但是有一种 迫信的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主啊 这个时候 只能依靠你了 主啊 求你 怜悯我 极痛啊 是非常清楚的 就在灵里浮现出一句话 奉耶稣的名 哈利路亚 我告诉弟兄姐妹 我那么真实的经历到 就在十秒钟之内 一点都没有夸张的 我在极度痛苦的 感觉中的时候 我就轻轻地讲一句 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一切的痛苦 一切不管什么原因 一切导致我痛苦的 全部都挪开 我奉耶稣的名 我的肚子完全恢复 就在十秒钟之内 我的肚子所有的痛苦 瞬间消失 哈利路亚 我更深地经历到 耶稣之名 是那么有能力 一切都跟歧视有关 因为你知道 当耶稣曾经说话的时候 没有一句是不算数的 耶稣跟魔鬼说话的时候 魔鬼说 我就不离开 我就喜欢在这里 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耶稣说 对啊对啊 我也不知道 给咋办 阿爸你来吧 从来没有这回事 耶稣所有就有命令就令 而今天你跟基督一样 在这样的证明中 你的生活将何等不一样啊 今天我的生活 是建立在真实之上 还是现实之上 我举下面一个例子 可知道今天有多少神的孩子 都是认为自己是健康的 直到你去医院体检为止 当你去医院体检 医生拿着体检报告告诉你说 根据你的体检报告 你有心脏病 根据你的体检报告 你有严重的糖尿病 在那一刻 医生讲的这句话 开始改变你的思维 受苦就真正开始了 受苦不是你体检的那一刻开始 也不是去体检那一刻之前开始 而是当你的思维接受了 跟你的生命本质 不一致的话语开始 也许那个话是体检之后 医生告诉你 也许那个话是之前 或者你从小有一些的教导 进到你的头脑里 你就被告知你有病 受苦 就是由于我们的头脑 接受了什么 并且认同他开始的 可知道啊 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都觉得自己是很美的 直到你脸上长了三颗痘痘 长三颗痘痘 你就不美了 你是建立着真实之伤 还是现实之伤 有许多弟兄姐妹 都觉得自己是富足的 直到你去查看一下银行的户口 那个账号告诉你 余额不足 你就开始说 哎呀我变穷了 你穷和富跟银行卡 多少钱有什么关系 那只不过是 暂时看得见的部分 事实上不管你银行卡 有多少数字 跟测不透的丰富相比 全都算不了什么 宝贝的弟兄姐妹 建立在真实之上 哈利路亚 建立在真实之上 来帮助我 跟你旁边的人 微笑一下 对他说 我们的生活 要建立在真相之上 建立在真相之上 真相是什么 在基督里 我承受万有了 在基督里 万有都是暗地 跟你现在口袋里 有多少无关 跟银行卡里 有多少无关 这是真实 一旦你的生活 建立在这样的真实之上 你真的暂无不胜 没有谁可以骗你 没有谁可以收买你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轻易地勾引走你 风吹草地陷牛羊 嘿嘿 我不羡慕 乃曼 有金子银子 漂亮的好衣服 嘿嘿 我不羡慕 可是乃曼 拿过这一切 鸡哈戏看了 就上心了 结果就上头了 结果就跌到坑里了 因为当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一个人的根基是 我没有的 哪里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没有 是没看见哟 再说一遍 不是没有 是没看见哟 何为启示 启示就是让我真正看见 借着聆听也好 借着梦想也好 借着牧师现在手把手的 与你分享 拉你一花 把真相 真理跟你分解的过程中 你回到这个根基中 因为如果根基是错乱的 根基是崩塌的 无论你现在努力的抓到多少 早晚要崩塌的 因为圣经说了 一人的根基若毁坏 还能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做 到一个地步 什么都可能崩塌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动荡 不安中啊 世上 世上许多的报告会告诉你现实 而神却只告诉你真实 属天的真相是你是从神生的 这生命被称为不朽坏的生命 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不老不穷 不病不死不朽的 这是我的生命 无论医生给我什么报告 不病不老不死不朽不穷 那不自我 嘿 我们的兄姐妹 现在开始圣化了 我们原先被魔鬼的谎言驯化 现在我们的思维要开始被神圣 解的道给重新转化 叫圣化 我们的思维要重新被圣化 这是我的根基 无论今天医生给你什么报告 无论今天你的家人拿到了什么报告 很感动 我之前看到这个见证 我们很多的兄姐妹都有看过的 我们一位家人 一位姐妹对不对 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身上有肿瘤 而且那个子宫都要切掉 因为在里面 我在想这个肿瘤有这么大 12厘米乘于12厘米 后来我们都知道 医生开刀的时候 竟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肿瘤 那个院长竟然对自己 专业的知识产生怀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一切物质界 在环顾的东西 你觉得你的血液病很顽固吗 你觉得你的皮肤 哎呀好痒啊 这个症状很顽固吗 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 这些症状极度脆弱 就像伊利尔尘埃 呼一下就可以被吹走 认定这一点 我的生命是不朽 不病 不老 我的生命的本质 我要站在这样的根基上 伊利不倒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勾引我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拉扯我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屈服 魔鬼希望你看到医生给你的报告 来让你屈服 承认吧 你有病 承认吧 你去这个医院都检查了 去那个医院都检查了 这个专业的医生 那个德高望重的老院长 他们都告诉你 你有病 你还不承认 快承认 快去跟你的家人承认 我有病 快去跟你的同事承认 我有病 快去跟你的好朋友都承认 我有病 快去承认 快去承认 这就是魔鬼的寂寞 让你说出来 让你承认 因为魔鬼多么知道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的能力啊 而住在西安的 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是另外一个国度 我是属神的 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住在西安的 要说 我没病 必不说我病了 因为我真的没病 这是你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就是无论现象性 看到了什么 我不否认这是现实 但是我得到了 另外一个报告 而那个报告 比医生给我的报告更早 那个报告清清楚楚的 写在主的话语中 神的话语 Holy Bible 清清楚楚的 告诉我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意义 在基督里 我不病 不老 不朽 耶稣 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不是指我的年纪 而是指我在属灵上 是个婴孩的时候 当代译本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第一节 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的思想 言语和推理 都像小孩子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就是大人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别人说什么 他就学什么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感觉化 情绪化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看得很短浅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如果别人把他的玩具拿走了 他就大哭大闹大叫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暂时损失了什么 就会说没了 都没了 都没了 一个基督徒 可以信主几十年 你可以跟我一样 是四代的基督徒 三代的传道人 但是如果在意义的启示上 不认识的话 都是隐害 婴孩 是根据现实 婴孩的根据是现实 我还是罪人 因为我的行为 现实 行为 还有很多犯罪的 所以我是罪人 这就是婴孩 你看到保罗在启示中 谈到一个更高的智慧 如果是神的孩子 他的思维 言语和推理 依然可能 基于没有义的启示 而像个孩子一样的说话 可是当他开始成长的时候 习伯来说 第五章 反而不熟练 意的真理的 都是隐害 换句话说 我们相信好 习伯来说是保罗写的 虽然保罗没有直接署名 因为保罗曾经是 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神把很多的启示 放在保罗的里面 他要写信给 犹太人 他的同胞 他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还是隐害 你就只能吃奶 你不能成熟的战力 你很脆弱 我又受伤了 我又跌倒了 我又软弱了 我又难过了 这就是阴害 因为不属灵 意的真理 意是什么 意就是你生命的本质 我就是神的意 当你对于这个根基 还不了解 还不透彻 我还只是个软弱的人 只要我还有这样 肤浅的认识 我一定是脆弱的 又软弱了 一个眼神又软弱了 一个眼神又受伤了 一个表情 我又难过了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大环境不好 谁谁谁不好 这全部都是隐害 许多神的孩子 在痛苦中挣扎 不是恩典不够用 恩典与他成为一灵 因为他们的生活 是基于世界错误的信息 假设和理论 而不是基于基督话语的启示 所以保罗就在启示中谈到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 AMPC一本 他说当我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来帮助我跟你旁边的微笑一下 跟他说 我们正在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AMEN 你正在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成熟起来 Hallelujah 他说当我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确实传授一种更高的智慧 这是保罗的骄傲 保罗在说 有一种更高的智慧 但是没有办法跟婴孩讲 因为婴孩会反弹 婴孩会耻笑 婴孩会像世人一样的耻笑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止 可想而知 当时哥林多教会 他们都已经信主 但是他们还在耻笑保罗 他们甚至说保罗 其貌不扬 言语粗俗 什么叫其貌不扬 就长得难看 拜托 牧师讲道 还要评论他的长相 太过分了 对不对 这个牧师我不提 因为我太难看了 还要评论保罗 其貌不扬 言语粗俗 所以保罗甚至毫不客气 他说你们希望我带着鞭子来呢 还是我带着温柔的面孔过来 你们被欺骗了 你们被门闭了 你们在门闭中变得非常的肤浅 被门闭了变得非常的幼稚 但是有一种更高的智慧 是你原本可以去领受的 保罗说现在我要告诉你 当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 你可以理解到一种更高的智慧 什么是更高的智慧 就是不谈现象 就是不谈表象 哈利路亚 这是世人和婴孩 常常难以理解的 我明明有病嘛 你非要让我说没病 到底现在是我没病 还是我头脑有病 他搞糊涂了 他明明看着医生给他的报告 然后要说我没病 对他来说 他想不通所以讲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他成功的被魔鬼驯服到一个地步 他活在表象啊 而你是神的灵神的 你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啊 哇 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启示啊 保罗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菲利比书的一章二十一节 保罗在最艰难中 在坐监狱的时候 在人眼中看来最受苦的时候 在最黑暗的时候 保罗得到一个最伟大的启示 事实上我相信这个启示 他之前就已经得着了 但是他写信给菲利比的教会 那是监狱书行为福音而受苦的保罗 告诉菲利比的教会 你们要喜乐 喜乐喜乐啊 喜乐吧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啊 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屈服 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屈服 魔鬼说看看你的生活环境 你还不抱怨吗 No 喜乐 狂喜 魔鬼说看看医生给你的报告 你还不灰心 你还不绝望吗 你还不快快快快准备后事吗 拜托啊 我们不屈服 教会不屈服 我是一属血气的征战 魔鬼曾经那样的 门闭我欺骗我 看看你们的教会遭遇了什么 看看你遭遇了什么 还不灰心吗 还不放弃吗 还不抱怨吗 罢了吧 别干了 放弃吧 你算什么 这种谎言 席卷而来的时候 说啊 我们的路在哪里啊 路不在人的方法里 路不在别人处于爱心的安慰里 因为我知道 弟兄姐妹都处于爱心安慰牧师 可是人的安慰还是有限的呀 路就在基督的启示里呀 路就在基督的话语里呀 魔鬼他重建一切的寂寞 就是要驯服你 就是要让你屈服 承认你是个穷人 承认你是个无能的人 承认你好不了 承认吧 承认吧 never 永远不承认 never give up 永远不会放弃 因为这是你生命的本质 我不允许基督福音以外的任何话语 来调教改变训化我的思维 我不允许基督福音以外的任何话 任何新闻 任何资讯 任何人的话 鬼的话 虽然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讲的跟福音的话是不一致的 我绝不允许这些话 长期盘踞在我的心里面 没门 我不允许任何福音以外的话语 来改变我的思维 我只能够照着福音所说的去思想去说 因为这是我的根基 我现在可以过好日子 可是如果我的根基崩溃了 接下来还是要受苦啊 这绝不是骄傲 而是真正认识到我该如何活出生命的本质 你看看啊 魔鬼都这么好意思 不以余力的向你传播谎言 我们为什么不能切切的保守自己的心 魔鬼都这么好意思 都这么好意思 不以余力的聚会没结束 就开始勾引你去想别的 聚会还没结束呢 就用信息来轰炸你 让你去定睛现实 而抱怨现实 魔鬼都这么好意思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跟你传讲福音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会越讲越透彻 越讲越彻底 越讲越没有顾忌 越讲越顾住一致 因为我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 从春节之前 有很多挣扎 很多顾忌 很多顾虑 哎呀我这样讲了 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这样讲了 丢姐妹会怎样想 哎呀很多人说 林牧师现在讲的 哎呀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 那到底是咋回事呢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他还正常吗 他活得还好吗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难道他在颠覆他以前了吗 难道以前传的都是错的吗 抱贝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相信 我们进到一个不同的季节 如果不是进到更高的启示 我们还要越活越光明 不可能 活都活不下去 这个世界 所有种种发生的事情 像一只黑手 要掐住我们的脖子 让你寸步难行 让你在逼遮的房间里不能呼吸 保罗如何在监狱中歌唱 我们只是不能出小区就要上楼顶了 可是保罗在监狱中歌唱 到底什么样的启示 拖出他 你问保罗 你银行账户有多少存款 你这么开心 你问保罗 你冰箱里还有多少大白菜 所以你这么开心 你问问保罗 保罗说请问冰箱是何物 银行是何物 什么叫存款 我只知道万有都是我的 但我不知道存款 我只知道我需要的时候 自己自主 上帝调动万有 为来供给他 自己自主 不是说从肚子里渗出来 而是神可以借着各种的渠道来供应 保罗 你到底为什么可以割操 在这样逼遮的绝境中 你可以割操 因为保罗 他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 保罗 他看到了福音的真实 保罗说 我是一个新的物种 保罗说这个新的物种 没有绝望 没有老 没有死 没有痛 没有病 保罗说这个新的物种 是跟这个地上的物种 绝对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不能挟自我歌唱吧 监狱的门都震动 这是为什么神呼召我们 也如同保罗说的 逼迫你的要给他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走主 有时候我们没有被逼迫 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可怜 要又逼迫了又逼迫了 哪里逼迫 那算不了什么 那根本就不叫逼迫 当你的里面的启示更大的时候 外面原先觉得像大山一样压着你的乌云 你现在觉得不过是一片毛毛雨 哈利路亚 我何等肯恩 不是问题太大 是启示太小 不是外面的石头太巨大 而是里面的心怀太小 不是问题太多 而是看见的太少 我们不以余力地传讲真实 不以余力地传讲福音 甚至一次一次春风话雨 要把你拉起来 要把你扶起来 因为来临的日子 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站队 按照世人的思维是不可能再活下去的 只会越来越黑暗啊 越来越绝望啊 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族类 有一个族群 这个种族 这个族群 这个物种 有一群的人苏醒过来 这群的物种 是无论在任何的绝境中 都可以创造财富 都可以带出万有 都有足够的智慧 可以应对一切的遭遇 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你知道吗 当我们毫不妥协地传讲福音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 甚至会质疑 甚至会敌对 但是我常常看到保罗的一句话 我就深受安慰和鼓励 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 你看保罗非常潇洒地讲一句话 保罗说即便有不信的 这又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我们看原文的质疑啊 保罗说啊 我知道有人可能不信 有人可能觉得 哎呀 现在你们骄傲了 人都不要做了 说自己活着就是基督啊 你们真的那么了不起吗 还有什么别人的天花板 连你们的地板 还是地下二十层的地板 真的吗 你怎么活我要看一看 东姐妹也许不是 一下子就马上彰显 但是我告诉你 福音就是这样 否则为什么约翰要这样祷告 我为你们祷告 凡是新生 如果这个祷告是永远不可能成就的 为什么要祷告 如果这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 这不就是在花大饼 不是在撒谎吗 使徒们就是在撒谎 传一个虚假的福音 如果保罗说万有都是我的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万有 保罗就在撒谎 他一辈子为之而活的 甚至一次一次受苦的 都在为着他虚幻的某些东西而活着 保罗是不是太笨了 太亏了 不是啊 他真的看到了 他真的看到了 我们心事为了 不是凭着肉眼身体的眼见 是在灵里看 灵里活 万有都是我的 这是真实 这是我生命的根基 是没有办法再妥协了 一步都不能退 就是马丁路德说的 这是我的立场 我一步都不能退 我不需要买赎罪券 然后才能得到上帝的赦灭 我不是要把膝盖跪在玻璃上 折磨自己 这样的虔诚 还要跪着往前走 马丁路德 曾经在天主教的这种模式里 他的腿跪在玻璃上 一定要折磨自己 拿鞭子抽自己 因为耶稣这样受苦 我也要这样受苦 这叫虔诚 马丁路德 醒过来的时候 我不是因行为诚意 我是因性诚意 当我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那一刻 我就是神的义 我还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交换 当他遭受极大的逼迫 别人都想要追杀他的时候 他依然毫不妥协地说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一步都不能退 今天神也呼召你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的底线是什么 你的根基是什么 我的根基就是福音 是说了什么 我就信什么 我的立场是 福音启示了什么 我就认定什么 现在让我告诉你 即便有人不信的 一点都不影响 上帝是信使的 不信的人 让他在此效中 过旧生活 信的你 可以被此效 去过新生活 我们来给我们的根基 做一个总结 我的根基是什么 从神生的新生命 不是新旧结合的拼臭品 也不是一个半新半旧 半罪半义 半死半活 不伦不类的怪物 在基督里的你是一个全新的物主 原先那个旧生命 已经彻底被新的生命取代了 你不是一个半人半神的 你没有人的性情 你只有神的性情 这是你灵的本质 什么叫人的性情 什么叫神的性情 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九道十节说的 神本性 如果你参考原文就知道 就是神性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在基督里 而我在神本性里 我在神性里得了完全 我在哪里呀 我在神性和能性里吗 不 耶稣讲一句话 肉体是无异的 而肉体 原文里面 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 我们要穿上新的本性 那个原文就是新的本性 穿上新人 不是穿上人性 是穿上新的本性 宝贝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你整个根基 是这样清晰而坚定的时候 你整个生活就不一样 任何事情发生 我没有人性 我只有神性 而神性 这样的生命 是没有贫穷的 是不笨的 所以很有智慧 因为基督就是你的智慧 注意听 保罗没有说基督给我智慧 保罗没有说基督在我里面死 我有智慧 不 基督就是我的智慧 基督就是我 我跟基督一样 这是真正的福音 这是中国教会 是要来更大的开启的 要带领教会 真正在最黑暗的时代 我做最大的光 你除非意识到你不是人 你除非意识到你没有人性 你除非意识到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有人的身体 人的头脑 那不是你的本质 你的本质 从零生的 就是零 因为你真实的本质是 跟基督一样的 原先亚当的生命 是人性的生命 而我的生命不是新旧结合品 我不是一个拼臭品 我不是一个半心半旧 半罪半义 我认完罪才是义人 没认罪还是罪人 不 那是怪物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但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你是神生的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 从零生的就是零 所以神是零 而你是有神生的 而神生的你就是零 当保罗在这个启示中的时候 你就看到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生命的本质和基督一样 基督是怎样 我也怎样 当我们有这种启示的时候 我听到别人攻击我 别人论断我 别人说我什么异端 一大堆 让我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那个人是我认识的 那种生气的感觉 甚至苦毒的感觉 甚至仇恨的感觉 都会有的 但那个感觉不是我 可是那个感觉抓住我 所以我会说 没关系 我转向 我转向你 我听到那个论断 我现在心里好难受 主啊 他又论断我 又攻击我 主啊 他还发动别人攻击我 论断我 等等 我转向你 主啊 我转向你 那是一个阶段 要好过不转向主 但是我告诉你 伴随着你对福音 更透彻的认识 伴随着你对你生命的根基 我到底是谁 这个启示 基督到底做成了什么 这个启示 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和站稳的时候 你会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那些话曾经要让我三天三夜才能转过来 我转向耶稣 三天三夜以后再恢复的 但是伴随着你这个启示上面成长的时候 你会说感谢主 阿里路亚 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种感觉 感谢主 根本就不是我 真正的我是灵 而灵是不受伤的 灵就是爱 灵就是极度有爱的 灵就是极度有饶恕的 你马上就可以转到真实生命的本质 什么叫转向基督 转向基督就是转向你生命的本质 因为你的生命本质就是基督 换句话说转向基督 对你来说不是三天三夜以后才恢复 转向基督就是这一刻 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这一刻什么时候就刚强 当你在这个启示中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转向基督 就是转向我生命的本质 这个我就是基督 不是说我是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 而是指我的本性 我的本质 我的性情 到彼得在这个启示中的时候 彼得 他要欢呼 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有份 原文就是共享 不是共享单车 没有产权 只有使用权 而是你已经有这个产权 神给了就不会受贿 因为神的恩赐和宣召 没有后悔 教会 完全不一样 神呼召我们的教会 在这个启示中乍根 在这个启示中真正凹响起来 你感觉不好吗 我活着就是基督 那感觉不是我 没有什么感觉掌控我 没有什么感觉抓住我 我身体感觉不舒服吗 肚子感觉很痛吗 我奉耶稣的命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把里面的能力权柄用出来 而不是苦苦等待 主要求你一致 主要我养我 我等候你施恩 还要等候 基督就在里面了 罗马书第十章 当你开始意识到 我活着就是基督 没有一样东西 继续等待 除了等待被提 医治不需要等待 心肾不需要等待 知取 把它说出来 记着你看到 先有这个启示 在启示中说出来 我就是基督 基督有什么缺乏的吗 网友都是基督的 因为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 一切的丰盛 在哪里 在基督里 而基督在我里面 也就是我里面 有一切的丰盛 把它带出来 不是等待上帝给我 是我记着正确的 那不是记着正确的话语 记着正确的歌唱 歌唱 把它带住 我的家人 我要等待上帝改变他 是 一切都是从上帝工作的 没错 源头是基督 但是记着你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话语 哎呀 我家里这个就是很刚硬 很刚硬 对 在这样的认知和话语中 家人只会越来越刚硬 可是当你开始改变 你生命的根基 我活着就是基督 基督怎样看他 我也怎样看他 听好 神 带领我们真正在 歧视中成长的时候 你就不会尝试改变任何人 第二 当你更成长的时候 你不会尝试 为任何人的改变而祷告 当你真正在福音的 歧视上认识的时候 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吗 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吗 有 改变 你 对 那个人 的看法 那就是福音 福音会帮助你改变 对别人的看法 而不是让你让上帝 让上帝照着你的看法 去改变他 这是阴海 我当你真正认识 我当你真正认识福音 你知道你活着就是基督 你的家人如果信主了 他活着也是基督 你就会欣赏他 而不是想要改变他 因为在欣赏他 并且讲出欣赏的过程中 他就被改变了 你也不会求神改变他 因为他的生命中 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的 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改变 他的本质 跟你的本质 和基督的本质一样 圣洁没有瑕疵 毫无瑕疵 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本质中 没有任何一点需要改变 你可以想想想 这个其实会怎样的 改变你的家庭关系 应该是欣赏他 不是 我实在很难 我如何能欣赏他 因为你还不认识福音 这是为什么 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 而圣灵现在正在帮助你 说啊 真正开启我认识福音 真正开启我 到底什么叫信耶稣啊 因为当你真正被福音的道 给浸泡透的时候 你看的每一个人 都是基督 我是指已经信主的 没有信主的呢 你会充满怜悯 你口中没有诡诈 没有愤怒 你只有怜悯 只有恩典 逼迫你的 还要给他祝福 除非你先改变你的眼光 借着对福音的认识 我到底是谁 原来我就是基督啊 我生命的本质啊 原来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凡人 这是真实的你 在这样的认识中 你该怎么样说话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这种认识 什么叫小组聚会 小组聚会很多时候变成了一种 四组大会 甚至做组大会 都在讲抱怨的 负面的 把世界的新闻 拿来谈一谈 小组聚会 有些没难得聚在一起啊 反而都在讲世界的东西 那你说 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吗 有时候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可以提一下 但是请注意 你以什么来结束 很重要的 以什么来结束 当我们讲了这件事情 哦 那个城市发生了什么 哦 最近新闻上发生了什么 如果不小心又提了 或者忘了 没关系 总有一个人要醒过来 以什么话来结束 敬我一敬的圣了 敬我一敬的圣了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敬我一敬的圣了 如果一个小组聚会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有人说 哎呀 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 哎呀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 哎呀飞机都不敢坐了 等等 这个时候突然 耳边响起个嘹亮的歌声 就是你唱出来的 敬我一敬的圣了 阿们 下次小组聚会 突然有一个人又忘了 哎呀你知道吗 我去菜场买菜 这个菜价好贵啊 什么都涨了就工资没涨 突然有个嘹亮的歌声响起来 敬我一敬的圣了 敬我已经得胜了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虽然无家上渣 敬我已经得胜了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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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我已经得胜了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我摔呆了 哭鼻了 坚持无法比喻了 耶耶 哈利路亚 脸上长了三颗痘痘 旁边的人说 你也长痘痘 我的雀斑 另外一个人说 我的鱼尾尾 这个时候有一个 嘹亮的歌声响起来 敬我一敬的圣了 哈利路亚 总有一个人要醒过来啊 哈利路亚 让我这样子说 神呼唤 我们的教会 先醒过来 敬我已经得胜了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敬我已经得胜了 我活着不是人 我活着不是人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我活着就是基督 你也根本就不是人 你根本就不是人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你活着就是基督 虽然无家上障了 虽然交通也很不方便 靠着耶稣所流宝穴 耶耶 我已经得胜了 这就是保罗 在监狱中的歌唱 有他看到的 只有基督 他看到的只有自己 生死的生命 宝贝的弟兄姐妹 做的话语 要重新建立 你正确的根基 生命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 这个根基站稳了 站对了 在这个根基中思考 在这个根基中说话 在这个根基中歌唱 生命正在跳动玩耀 都是从你的口中生出来的 因为神生了你 而你生出已经在你里面的万有 把他生出来 生出来 天父爸爸 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啊 你让我们重建 我们生命的根基 让我们真实的看见 我们是有神生的 如果这个根基是毁坏的 如果这个根基是 混杂的 说啊 我们的生活上面 无论建造的怎么样 终是不稳固的 遥遥欲坠的啊 但是你 要带领我们真正的 成长起来 脱离婴孩的事 借着对福音更透彻的认识 我们从那种 被门闭的 集体的无意识之中 觉醒起来 哈利路亚 借着你 那个滑破天空的光 刺眼的光 刺进来 主啊 这个光来的时候 也许我们刚开始 不太容易适应 也许我们的头脑 不太容易适应 但是主 我们的灵力 一定是阿们的 阿们的 主啊 当你把这个启示 放在我们的教会中的时候 我知道啊 你要带领我们 真正的 过一个 与我们的本性 一致的生活啊 谢谢主啊 谢谢你啊 阿爸 我们领受 我们在这样的根基上思考 在这样的根基中 说话 在这样的根基中 歌唱 来 宝贝的丢姐妹 就是现在 我要请你花一点时间 说出来 好不好 我们先不用祷告 我们先说话 就奉耶稣的名 为自己祝福好不好 为你的家祝福 说出来 奉耶稣的名 你安着你的心本性 安着你刚才所聆听的 现在说出来 来 从未来站起来 我们举起手来 自己用感恩的心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自己 好不好 你说出来 是你说出来 Amen 你的口伸出来 哈利路亚 祝福你的家 祝福你的家人 嘿 不是求改变哦 也不是用你的方法改变哦 我新的眼光看他 欣赏他 哈利路亚 欣赏我每一位弟兄姐妹 欣赏我每一位宝贵的领袖和同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欣赏你 哈利路亚 想念你 在基督里 在爱里面彼此的福祉 欣赏你 Amen